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托王捕鱼船 宽15米长104米 每小时捕鱼5万多条 遗往能捞上来180吨海鲜 一个人八辈子也吃不完 为了使这些食材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他们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将这些鱼全部加工速冻 为此 这艘船甲板下方三分之二的空间全部设置成加工车间 100多名工人全天后清理加工 这样一艘先进的捕捞船是如何出海捕鱼的呢 这一期视频 葫芦带大家看看北方之鹰号捕捞船是如何运作的 这艘拖网鱼船 主要捕捞的是全球消费最多的阿拉斯加侠雪鱼 船上140多名船员的薪资 根据这些鱼的品质而定 所以他们每个人对待自己的工作都很认真 每年的捕鱼季 北方之鹰号都会停靠在太平洋白令海的荷兰港 这里是地球最偏远的地方之一 北方之鹰号每年要在这里待7个月 但是侠雪产卵期只有两周的高峰 此时有上百万鱼群聚集在一起 是捕捞的最佳时刻 出海的60多艘大型捕捞船中 北方之鹰号是最现代化的 白令海是个致命的地方 天气变幻莫测 风强与大又偏远 所以在这里捕鱼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船长基斯将北方之鹰号开往前几天他们捕鱼的地方 利用船上的声纳系统 360度扫描水底搜索鱼群 可是今天并不是很顺利 鱼群跟着食物移动 海流将食物和鱼群带到了别的地方 此时的船员闲得发慌 他们都希望能尽快发现鱼群 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生计 正在船长基斯一筹莫展之际 好消息出现了 屏幕上亮起了紫色的光斑 这证明该区域海底有大量的人群在活动 基斯马上联系轮机室开始撒网 鱼网沉到海面下方500米深的地方 在船身后方延伸一公里远 鱼网上装有强力感测气 以便测量网内是否装满 这样的一网能装下180吨活鱼 在鱼网的漱口处还配有一台摄像机 让船员看到鱼进入网中的情况 两个小时过去 此时的鱼网已经装满 但是谁都不知道这批鱼是否符合捕捞标准 接下来将是揭晓答案的时刻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托网捕鱼船 一网能补180吨狭鱼 船上配有活鱼加工生产线 捕捞上来的鱼现场加工速冻 大部分销往亚洲 船员将满栽的鱼网拉上船 随着鱼网的不断缩短 捕捕到的狭血鱼开始漂浮在海面 船员将一个巨大的钩子挂在漱口处 它使漱口松动 大量的鱼涌入加工车间的入口 但是船长基斯对这一批阿拉斯加狭血并不满意 它们太小了 小鱼只能做出较小的鱼片 因此利润较低 所以基斯决定将船开往更西边的海域 甲板下方的加工车间现在十分忙碌 捕捞上来的活鱼 经过长达650米的传送带 接受分类和切片 然后速冻装箱 船上的140人有90多人是在这个车间工作 它们的第一项任务是依据体型和重量将鱼分类 下一站的机器将鱼头切下 然后去骨区内脏 这条加工线一分钟可以处理150条鱼 像这样的生产线船上一共有6条 切好的鱼片将被做成鱼柳和鱼肉饼 主要供应麦当劳 汉堡王这样的素食餐厅 生产线的最后一站是层板冷冻机 鱼被装进21公斤的箱子里 急速冷冻到零下40度 然后装箱放入仓库 最新打捞的一网狭鱼 4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加工完毕 北方之鹰号运作一天的费用大概是75000美元 这些小鱼片带来的利润不足以平衡成本 所以船长决定前往新的海域 去捕捞更大的有鱼子的狭血鱼 这些鱼子制成鱼子酱后 拥有非常高的价值 在亚洲地区非常受欢迎 这是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 鱼子位于母鱼体内的卵鞘里 鱼体型越大鱼子就越多 优质血鱼子带来的收益是鱼片的五倍之多 如果船长基斯找不到有鱼子的鱼群 这趟航程基本不会有利润 而且船员也会质疑船长的能力 因为他们的薪水按照鱼的品质来计算 幸运的是 很快船长就发现了大批的人群 船员都很期待这一网的表现 这个巨大的丝袜里 装着180吨阿拉斯加侠血鱼 这一批的品质非常好 都是成熟的母鱼 它们的鱼子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 这艘世界最大的拖王捕鱼船 每天需要75000美元的运作成本 这些母鱼缓解了它们相当大的压力 可此时出现了突发情况 船上的水泵发生故障 无法为加工车间供水 车间里每天要使用65万公升 由海水转化而来的净化水 以便加工鱼类 没有水工厂就无法运作 而甲板上的鱼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加工处理 否则珍贵的鱼籽会开始变色 价值也随之降低 30分钟过后 船员修好了水泵 但此时 一部分没能及时取出的鱼籽 已经开始变成绿色 谁又会花钱去买一坨屎一样的东西呢 除了鱼籽 这里还生产另一种主要产品 鱼浆 这些鱼浆被送往亚洲地区 制作成1500多种不同的鱼类产品 你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鱼丸 但事实是鱼丸跟鱼基本没啥关系 它是由几十种添加剂混合而成 危害极大 加工过程中剔除的鱼骨 鱼皮 鱼头 鱼尾 会用来制作成肥料 这一项业务占据了北方之鹰号收入的13% 五天的出海时间里 鱼网总共满在十次 一共有500吨的鱼片储藏在冰库中 冰库的温度低至零下40度 这让习惯了高温天气的非洲小伙很不适应 在航行结束前 他们要堆放7万箱加工好的鱼片 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是薪水是陆地上的两倍 回到港口的北方之鹰号 需要花费27个小时的时间 把仓库所有的货物卸下 然后经过10个小时的修整 他们将再次踏上前往白岭海的捕鱼之路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拖网捕鱼船 不窜息的情况下 一网鱼够你吃一整年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帮忙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下期更精彩 再会